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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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你 2003年上去北京那邊 就說游說中央不要走23條 近日有些市民拿回23條出來說 以及說希望會實行國安 那你又怎樣看呢 23條就是基本法寫了 一定要是香港本地立法的 所以自由黨是支持這個觀點 但是我們覺得 在本地立法的過程中 這個法例要得到市民的支持 得到市民支持的過程 當然要廣泛的諮詢 解釋給市民 切除了市民的疑慮 才落散 這件事我也都覺得 不是太急的 因為事實上 你見2003年到現在都11年了 香港有沒有人在說 譬如分裂國家 顛覆政府那些活動呢 實際上是沒有的 在其他犯法的層面 我們其他的法例 例如防止 就是 軍火的買賣 或者 黑社會的錢的問題上 已經有很多法例 可以防止這些 顛覆國家的行為發生 所以我覺得 這個法例始終要立 但是也不是急於 一時一日 今天要立 OK 好 謝謝田先生 拜拜 其實很奇怪的是 原來呢 親政府那個 黨主席文建聯的 紀元片回政府那個 部長 局長 部長走樓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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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